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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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好的一天就从 每日灵粮开始 早安 今天我们来看 米西米记的第一章跟第二章 米西米记它总共有13章 它大概可以分成两个大段落 第一个段落是第一章到第七章 它讲到重建这个圣城 第八章到13章 讲到它重新来整顿这个圣民 那我今天挑的是第二章的第一节 它说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尼三月 在王面前摆酒 我拿起酒来奉给王 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 我觉得在米西米记这边 我觉得在圣经学者它讲得很棒 它说尼西米呢有几个 有两个我自己觉得很好的地方 看了以后我觉得很好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 他写到他一方面怎么样服侍地上的主人 一方面服侍天上的神 而尼西米呢 没有因为敬畏天上的神 而代乎了地上的职责跟态度 他在王宫里面所赢得的信任 而在服侍神上的事也产生了极大的价值跟功效 所以我自己在教会 我一直鼓励弟兄姊妹要在工作的时候要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 不要让人家觉得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的工作上都随意 同样我们在读书上 我们是百分之百的认真 也同样不要因为我们是基督徒 让人家觉得我们都没有榜样 都在忙教会 好就读书都随便 我觉得这都是错误的 第二个他在尼西米呢 这里他讲到 他怎么样周旋在上司 同僚 下级 甚至于敌人之间 他流露出他千功 刚正 认真 同情的性情 他使正直的人乐于跟他站在一起 而弯曲者对他是十分的忌惮 我觉得这是蛮好的 所以我鼓励你在读 尼西米你可以往这两方面去思想 看看他在工作上面 第二个 看看他在这跟人的 每一个人的关系上 他流露出什么 好吗 那我觉得我在看 所以我今天挑了这个第一节 二章第一节 他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苦 看似这个 尼西米 他是一个酒阵 真酒的工作 可是你看他却因为好像纪念这个神的事 他露出了一点点的悲伤 露出了一点点的不愉快 我觉得 我觉得值得我们去想一想 第一个 他从来没有站过 从来没有 代表他在工作上是很静止的 认真的 素来没有 所以代表他给这个王 他给他身边的人 给他的印象都是 他非常的阳光的 没有一点的愁苦的 我觉得这些都值得我们去思念 思想 很特别吧 你呢 你有没有常常求主 将那个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赐在你的里面 让你常常有这个 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喜乐呢 我觉得求主来帮助你我 让我们在这个季节里面 我们真的有不一样 我们常常有喜乐在我们的里面 让真的是喜乐在我们的里面 愿神祝福你 阿们